观众朋友您好 这节目的环抱推播 带您来关注到这几年的房市了 其实我们回过头 从2021年观察 当年经济前景看好 房市动能也是相当的热落 而2022年 随着央行的利率走高 房市政策也出笼 市场分为转趋保守 不过房价依旧是持稳未跌 而且还延续涨势到2023年 甚至到了今年 不过这个涨幅到底涨多少 哪里涨最多呢 我们从一份最新的涨幅排名 带您来掌握了 2023年 全台各县市预售案房价的涨幅 基隆市以年增16.6% 至于涨幅冠军 不过我们来观察到前十名 在七都中仅仅占有三协 分别是台北台中及新竹市 房价分别是年涨了 8%跟14%左右 其余县市则包办了剩下的名次 像宜兰花莲价码都是直逼三字头 年涨幅超过了一成 南投台东平东新竹市跟云林 年涨幅也有接近一成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近年来 房市利口不断 不过却始终是打不到这个房价的痛点 而六都跟新竹县市以外的县市 因为价格基期比较低 再加上拥有建设利多等话题 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 所以说陆续都有银弹充足的外地建商 来攻城略地 所以说全台推案更因此进入了 所谓的战国时代 不再有地域限制的分别 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线市预售的价格 就会纷纷起转也带动了当地房价一路向前中 不过我们刚刚有跟观众朋友分析 其实这个表格上我们可以看到前10名 七都中仅仅占有三席 是不是代表说现在蛋白区热度往上冲了呢 房市趋势专家李同荣也有了最新的分析 他说这几年蛋黄蛋白区猪洋变色 房市是呈现南北翻转 蛋白翻身 高价翻盘三种状态 他说其实天龙国的概念已经快要消失了 他就分析说观察到15年前 不论是房地产投资还是制产都强调地段 只要你投入蛋黄区 就是投资制产不败的定律 不过15年后的今天 中南部都会房价平均涨幅都超过了65% 也超过了双倍 所以以现在而言 这个都会的潜力蛋白区涨幅都超过了传统的蛋黄区 好 那我们说到蛋白区 蛋白区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价格增值因素 因为往往一线之隔 房价差距就会达到一倍之多 不但预算是可以精减增值空间也比较大 再来就是地段的距离因素 因为新兴的蛋白重化区透过捷运网建构完成 所以交通也算是四通八达的 时间可以缩短空间的距离 最后就是生活机能因素了 因为交通建设的发展扩大了都会范围 公共建设完备 跟人人口净流入也促进了新兴蛋白商圈 生活机能是更加的完善了 所以现在的蛋白就未来有可能会成为蛋黄 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跟您做分享